以前在市府的时候 我就跟我们成大发言人建议说 他在发言之前 最好先把公文看一看 书念一念 再来发言比较不会出错 显然他还是懒得做功课 市府要费的是 106年科市府跟台志光签的 那一份特别友好协议 也就是根据那一份协议 台志光跟警察局的费率 都叫做专案费率 另案议价 那根据那一份费率 不管警察局用的是几妹 他用的费率都是特殊费率 所以才有所谓110年的那一份 三妹2200 那根本知道 当然是要费掉106年的那一份协议 跟你106年核定了几妹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签的那一份 特别友好协议 想要问一下 有关于昨天陈志涵发文 就是说讲市府都没有弄清楚 解怎么看 会不会觉得陈志涵是在无地方时 这样子 以前在市府的时候 我就跟我们陈大发言人建议说 他在发言之前 最好先把公文看一看 书念一念 再来发言 比较不会出错 显然他还是懒得做功课 市府要费的是 106年科市府跟台志光签的 那一份特别友好协议 也就是根据那一份协议 台志光跟警察局的费率 都叫做专案费率 另案溢价 那根据那一份费率 不管警察局用的是几妹 他用的费率都是特殊费率 所以才有所谓110年的那一份 三妹2200 那根本知道 当然是要费掉106年的那一份协议 跟你106年核定了几妹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签的那一份 特别友好协议 那因为柯文哲这边 他今天早上有在回应说 就是他知道不是每一个都要用3妹 他说他也是依照市西的那个科学化 做数据回答 他说就是姐怎么看说 柯文哲到现在还在熬这件事情 市西的评估报告 我已经公布在脸书上 写得很清楚了 市西告诉柯市长说 并不是什么画面 你都可以用压缩的 压缩的效果也压缩不了多少 因为柯市府是企图用压缩软体的方式 把画质压缩到可以通过2妹的传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市西的这个内文写得很清楚 至少要3妹 但是我想2妹3妹的争议 网友看到都想笑了 因为现在家里都用到几妹了 我们看到这个高雄的监视器 我记得我昨天还特别去看 好像是一举嘎了 所以不是在搞这件 不是在吵这件事情 如果柯市长真的想要用2妹 那我也想请问一下 你们当时为什么要去绑硬体规格 就像李庆元前议员说的 为什么要花1万多块去买贵三三 国外进口的监视器 而不愿意用几千块国产监视器 国产监视器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这个IT产业 或是说这个电子仪器的硬体 全世界是No.1的 那你为什么非要去绑硬体规格 当时台北市议会是给柯市府两个选择 100万花数配上2妹 或者是200万花数配上3妹 但是后来我去了解了市府 根本没有去外面去寻过市场规格 就突然说100万花数买不到买不到 但事实上一直到今天 我们打开Google 你们去PC Home 去输入100万花数的监视器 一样都还买得到啊 所以是市府先决定买200万花数 而且是一定要全部买200万花数 才导致蒋旺安 必须要全部用3妹的这个传输平宽 我想所有网友都有用过手机 为什么要从3G 4G 5G 是因为我们的画质 我们的影片越看越多 画质越来越高 是同样的道理嘛 你画质越来越高 你影片的这个档案就越来越大 所以你传输的频宽就要越来越高 这个难道还要我教你们吗 这个不是common sense吗 还要去吵这件事情吗 小草们应该都是网友吧 如果在吵这件事情的话 小草的头都抬不起来了 所以我只问自函一件事情 2200 3妹2200 是不是比市价高 3妹2200是不是柯文哲核定的 3妹2200有没有外力因素的介入 是不是柯文哲头一拍 直接1妹乘以3就给人家了 就这么简单 你告诉我你们怎么核定的嘛 我们现在确实找不到公文嘛 你们说有 那你们公布嘛 因为陈志函昨天公布的那张表格 看起来也是市府文件嘛 你们带走了几箱市府文件 找一下告诉我们 当时3妹2200 你们有没有去访嫁议价 砍价 还是厂商送进来 头一拍乘以3就给人家了 106年签订的那一份协议书 专案费率协议书 从此以后约定了市府跟警察局 是特殊专案费率 这份特殊专案费率 有好有坏 你也可以去议的特别便宜嘛 你也可以去议的特别贵嘛 但是现在事实证明年年在草 就是因为义得特别贵嘛 所以我觉得 万安上任以后 并没有去 去拿这件事情来追杀柯文哲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昨天去解了 这一份特殊协议 去踩到了某些人的痛脚 所以他们跳起来质疑这件事情 大家想想看 之前柯市长不是要求停约吗 那停约 停哪一份约不是约呢 那为什么停了这一份约 民众党的反应会这么大呢 为什么不可以停这一份约呢 是不是因为这一份约 才是真正台志光跟市府收 这么高额警察局专案费率的 这个根源所在 我觉得我昨天有跟市府讨论了很久 我请他们慎重考虑 是不是启动正风调查 虽然说可能民众党又会操作说 这是政治打压 但是我其实跟民众党 我其实跟市府有讨论 我相信柯市长 应该也是被蛮骗的 其中之一 他可能被骗了 第一个谁告诉他 100万画素的监视器买不到 第二个谁告诉他 直接用7年前的1MAY的价格 乘以3 就是7年后3MAY的价格 大家都用过网路嘛 手机的费率 这个月租费也不会是7年前的价格 然后乘以3就是今天的价格 那一个市长可能没有办法了解这么多 但是是谁瞒骗了他 当年督导资讯局的人是黄珊珊副市长 那是有人也瞒骗了黄珊珊副市长 还是黄珊珊有一些资讯没有好好地告诉柯市长 那这是他们的家务事 我没有办法去分辨 但是如果柯市长需要更清楚的资讯的话 现在我们资讯局有两位副局长 都是柯市长任内禁用的 都还在市府 哇也没有动他们 所以我想两任市府之间不需要剑拔弩张 柯文哲时期的官员90%都还在市政府 之所以智函还可以不断地出示市府的公文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来自于此 但是也没关系 事无不可对人言 只要不是密件 我觉得都在国家法律的容许范围里面 所以就不要这样子胡扯八道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对 柯文姐会觉得这样有内鬼的问题吗 因为最近大家也在讲过内鬼的问题 我我不愿意说内鬼啦 但是或许市府里面的公务员 没有谨守自己的职业伦理 职业奋济 基于老长官的感情 老同事的感情 把市府里面的公务资料 在没有法源根据的情况底下 往外提供 这一点我不予置评 我想人都是有感情的 那也许民众党也会说 他们是透过议员所知 这些都没有关系 毕竟民众党之前就曾经发生过 劳动局用这个劳检的方式 把公务资料提供给他们的立委 去做咨询的资料 这些事情确实曾经发生过 协议资予了台志光跟警察局 可以索取一个专案废律 资予了他这个权利 想再问一下 因为刚刚黄珊珊也有出来 在讲一下 就是有关于 就是她说106年的合约 根本就没有三妹 她说 没有三妹啊 可是这是特殊友好协议啊 对 然后因为她说 就是有三妹才会飙涨到四年 对 她说觉得这是一个错误 就是在讲说这个标准是错误 鸡身蛋蛋生鸡 我刚刚说了 你的监视器采用这么高画质的监视器 所以配上这么高的平宽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当年李庆元在议会 甚至到后来有到监察院去告发 就是我们在监视器的硬体采购上面 有没有绑标绑规的这个嫌疑 因为根据当年市府开的监视器的标规 便能限定只有某几家国外的厂商 可以来竞标 最后得标者确实也变成 只有限定某几个标规 但是站在议员的立场 我们只希望买到又好又专业的监视器 所以当年我们给柯市府的是说 你既然认为有一些道路 或是有一些比较郊区的地方 画面很单纯 人车很少 你可以用两M的平宽 那你就可以用100万画素的监视器 配上两M的平宽 高配高 低配低 让市府像麦当劳套餐一样 你自由选择 但是你柯市府是不是 柯市长是不是也要告诉我们 你为何坚持要用高规格的200万画素 价格差三倍 价格差三倍 所以监视器的采购价格才会高达15亿 当时我们也问柯市府说 你既然要省钱 在你认为台北市属于治安单纯 画面单纯的地方 你想要用两M的地方 是不是就用100万画素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至今到此刻为止 民众党没有一个人 愿意去解释 为什么他们全部要用200万画素 我没有质疑这个有弊案 可是你们也就不要去质疑 为什么要用三M因为三M是绑200万画素的 你要问为什么讲万案用三M 那就要问为什么柯文哲全部都用200万画素 因为这两件事情就是绑在一起的嘛 对不对 有人用了5G的手机 结果不去申请5G的费率吗 那不是很奇怪吗 那我为什么要花5万块钱去买5G的手机 结果到中华电信说我只要用4G的月租费方案 那我为什么要花那么高的钱去买5G的手机呢 对不对 这是当年台北市议会问柯市府的啊 就是你既然花了这么高的费用 花了三倍的钱去买了这么高规格的监视器 你当然要搭配同样的频宽 你才会发挥它那清晰细致顺畅的成熟品质嘛 对不对 我就这其实就是这个例子嘛 你花了钱去买了5G的手机 你当然就会去办5G的月租费 就是这样子 那可是特温泽市长做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举动 他跟市府要了5G的钱 5G手机的钱 告诉我们说我要换5G的手机 等到申请月租费的时候 他又告诉我们说我要省钱 我只要申请4G的月租费 那你们觉得他会不会是为了买5G的手机而买 你们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这个就跟手机一样哦 硬体归硬体 你使用的月租费的这个传输费率归传输费率 是一样的意思的 谢谢 对啊那你就是为了买那一支三星5G的手机而买啊 对 就为什么一定要买200万 对 你可以买200万画素 但你就一定会去申请 你就是为了享受5G的品质 对 你才会去买5G的手机嘛 那你不会买了5G的手机 那你跟中华电信说 我只要递月租费的 我要省月租费 所以你给我3G的月租费就好了 那请问你买这支5G的手机 到底要为了什么呢 对不对 那你又跟市府当时说我要5G的手机 我给你5万块了 结果你又告诉我说 因为这两支预算是分开的 结果你又告诉我说 没有我月租费要什么钱嘛 我不要那么多 你为什么花那么多钱给我 那你说 我们不是 而且台湾世界平护报告当然就是 5G的手机非到5G的费率嘛 对 这两个对我们来说是 很康康正式的事 所以市府才会告诉 我们才会告诉他说 好吧你告诉我有一些流量不用这么大 那你好 那你就用4G的手机配上4G的费率 那你不是采购上面你就可以荡下来了吗 结果柯文哲又不管372C 全台北市都采购5G的手机 然后现在问蒋湾 你为什么要统统用5G的费率 那你全部配给我5G的手机啊 而且我就告诉你说 警察局 我昨天出示了一个影片就是 警察局在2021年 徐州路的这个实测影片 他们当时采徐州路 就是徐州路已经是像这样人车很少了 本来想说给柯市府去展示 所以你看都没有Lag 就还是Lag啊 结果又没有拿出来用啊 那好在警察局还放到现在了 放三年了 那个后面都是这样隔放的耶 咚咚咚咚咚咚咚 好我告诉大家 如果柯文哲最近出示两台车子 的车牌辨试嘛 性态的车牌辨试当然没有问题啊 因为那是截取的 但如果今天发生的是枪击案呢 我们要看那个人跑到哪里去 然后动态了他在这里有没有开这个枪 你去动态的重书画面耶 我们数位化监视器是在做自然的维护 不是在给你开交通违困耶 那就是问说像今天柯市里 弱在场上说这个问题是在母约啊 议员啊 好 这个刚刚有讲吗 没有 没有 我觉得 柯市府现在 因为已经无话说话说 所以四处乱扯 这个就像是 这个夫妻吵架 在那边东翻西扯的 母约叫做BOT契约 大家知道BOT契约就是政府零出资 然后子约是柯文哲签的 是专案费率 一个是政府没有出钱 一个是政府给钱 而且给超多钱的 请问一下母约是业者出资 你要解约你要接管 你要有正当意义 那个是人家业者出的钱耶 当年柯文哲敢解约吗 当年柯文哲喊要解约大巨蛋 大巨蛋也是BOT 他也没有解 然后今天又叫讲 要去解人家台志光的母约 你当年你八年都没有解 你凭什么叫别人解 我要再次强调母约 他们一直讲25年25年 那个叫BOT的营运契约 BOT大家常常听到BOT BOT里面25年算短的了 BOT到很多都是50年到70年的 而且BOT是政府零出资 政府零出资 你到底要解什么呢 政府没有出钱是台志光出钱的 你又不是土匪把人家解掉 把人家的财产全部接管 对不对 这是母约耶 叫厂商出钱去帮台北市布建光纤系统 你说你现在要解约 你的财产给我 就像当年柯文哲在那边呛大巨蛋 说我要把你解约 结果发现说我没有600亿 可以把你大巨蛋买下来 鼻子摸一摸只能用停工 把大巨蛋改成烂摊子 所以他又要用同一套吗 他现在一直在误导大家 我告诉大家台北市的光纤系统 台北市是零出资 现在一直给厂商钱的是柯文哲 这么多年来还用专案费率 一直在给钱 那也没有什么错 因为就是你租用人家的这个平均 使用者付费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不要东拉西扯 现在讲完费的是 那一个专案费率的协议 为什么警察局要用专案费率 而不是跟大家一起议价 全市府机关都是统一议价的 为什么警察局是专案费率 就是106年柯文哲跟台志光签订了这个指约 导致警察局的费率年年都要炒一次 那现在讲完把这个废掉以后 接下来警察局就跟各机关一起议价 大家以前有听过其他机关有发生问题吗 没有啊 年年少的都是警察局啊 所以警察局的专案费率这个协议到底出现什么事了 那把这个问题的根源废掉嘛 对不对 这个专案费率是不是已经成为所谓的马关条约了 让业者拿着这个费率在那边勒索市政府 说是你们答应我说警察局是专案费率 那这个专案费率不代表要专案专门贵啊 你也可以专门便宜啊 那为什么柯市府每年都要让步 让它变成专门搞成专门贵呢 那刚刚黄珊珊在会议上她有特别讲到说 对啊这个专案费率就是每年都会移一次 每年都会移啊 那你为什么要移的特别贵呢 对那讲外安 她就质疑说讲外安现在费掉的是106年 这2亿的啊 为什么每年都会有一个专案费率给台志光呢 为什么警察局每年都要付的特别多的钱给台志光呢 就是因为106年的这个专案费率的协议 才搞得警察局每年要给的钱都是特别多的 所以当然要把106年的这个特殊协议给废掉嘛 对不对 为什么每年警察局都必须要跟台志光议一个专案费率 包括那个三妹2002 他们的根源都是每年台志光拿着科文哲的那一份 106年签的那个协议说 警察局是专案费率啊 警察局是专案费率啊 我们要单独一 我们要单独一 然后就开了一个高高的价格 然后如果你不同意他就说 那你们可以撑得起断讯三天吗 整个故事的由来就是这样嘛 我就讲白一点嘛 去年的议价过程就是这样嘛 他们就拿着那个专案费率 一份协议说警察局是专案费率啊 这是柯市府给我们签的 我们是专线提供给你们警察局的啊 那台北市去年跟台志光议了七次吧 这个都有会议记录的 我们议会都有调过 议到后来台志光就呛吓说 你们讲市场可以撑得起断讯三天吗 那我只想问过柯文哲 台志光我这样呛过你吗 还是你跟台志光都是 两个人都是非常这个笑颜逐开的就 乘以三钱就给你了 这是柯文哲自己脸书写的啊 我用推估的方法乘以三就给你了 找不到会议记录 对不对 你柯市长不讲我还不知道你是直接 拿七年前的老价格乘以三我就给你了 那所以难怪台志光都没有去跟柯文哲呛过瞎吗 是这样子吗 蒋万就比较小喊 拿着柯文哲的协议就被呛瞎说 你可以撑得起断讯三天吗 我觉得今天不管是 对了黄珊珊今天也不要去呛台志光什么 去说要叫蒋万去呛母约怎么样 我昨天就去翻查了这个 黄珊珊在当台北市议员的时候 当年台北市在推动这个BOT案的时候 她什么都没有坑一声过 她也没有咨询过这个议题啊 代表你认为这个母约 这个BOT案是没有问题的嘛 那你又当了副市长 而且资讯局还是你督导的 这个专案费率2200 106年的这个专案费率的协议 不是黄珊珊任内通过的 可是给到2200这个高费率 可是黄珊珊任内通过的 你们可以溢价每年溢价 没有错 像黄珊珊说的每年都可以溢价 那我就要问你了 你为什么溢出这么高的价格 你为什么溢出那么价格 每年都可以溢价 你还可以按照7年前的价格乘以3年的价 应该越溢越便宜吧 对啊 你都说了每年溢价 你还照7年前8年前的价格 用1枚乘以3给人家 那网友就问啊 那惨了我家里用100枚 是不是用1枚乘以100倍 来算价格 你这种计价方法还得了 请问一下买1斤的鸡蛋 跟买100斤的鸡蛋 会是直接乘以100倍吗 市府是潘纳吗 大量采购没有比较便宜吗 差不多 谢谢 谢谢 谢谢